在网上看别人的视频呢 我发现纽约有这么一个公园 在这一个公园里边啊 一共有19个瀑布 所以呢我就特地租了一辆车 从纽约市开了5个小时到了这 所以今天呢您就有眼福了 咱们一起来这公园看一看 这19个瀑布都是什么样子 并且呢看看能拍出什么样的照片来 走吧 咱们一起开始今天的追光笔记 来看看今天带的设备吧 其实有点隆重了 把这个三个镜头全带出来了 但是呢就带了一台机身 然后呢带了一套ND的减光滤镜跟CPL来拍摄水面 三脚架呢由于是今天会长途跋涉 所以一会呢我就只带这个一个三脚架 是非常轻便的这么一个 富途宝的一个最新的空气二号这样的一个三脚架 让人着急的是呢这下边可能就是一个瀑布 但是呢只能听见声完全看不到影 从地图上看呢现在我正在这儿 所以呢我要去到这儿穿过去再回来 Let's go 这个好像就是刚才我说那桥 我的妈呀 是在山溅里的从这儿下来看看 这个看着还挺好看的 在这儿拍一张吧 我发现啊拍这个瀑布其实根本就用不着ND滤镜 现在的快门速度2.6分之一秒呢 已经把水面拍出了拉丝的效果了 拍了之后呢才发现其实最好用的呀 还是1655 这个变焦镜头呢在这种场景当中啊 就有了它的优势了 每一次构图的时候呢不需要走来走去的 因为其实在拍摄的时候呢 地点是非常的有局限的 比如你看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一个台子上的 距离前边的瀑布实际上是非常远的 如果我使用定焦的话 恐怕我得用到56才能拍到前面这个瀑布 但是如果您手里用的是一个变焦镜头1655 你那一变焦直接就站在这儿就把对面的瀑布给拍了 所以这也是变焦镜头在旅行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实用的 仔细看呀这个瀑布上面实际上是有一个桥 现在这个桥上有很多的游客 应该是在上面拍照片呢 我呀等他们都过去之后再拍这张照片 这样呢就省去了后期再去做PS的这么一个麻烦 我呢现在使用的是光圈 F11 快门呢是自动 您看是自动挡 这个ISO啊是160 是因为我现在使用的是包围曝光功能 在包围曝光的功能下呢 故事相机的最低ISO呢就是160了 我现在使用的是自动包围曝光功能 因为像这样的场景呢又有天空 太阳非常强烈的位置又有这种阴影 所以呢它的光比是非常大的 为了省事呢就自动包围曝光 最高的亮度和最低的暗部 这样都取一个正确的曝光值 然后回家呢再做一个自动的HDR的拼合 所以是一个比较省事的方法 这样呢就也不用自己去再估算它的曝光值了 直接就按一下自动拍摄三张或者是五张 几乎所有的相机都有这个功能 如果您在拍摄光比比较大的场景的时候 好律一下使用这个功能 会比您三张若合适 然后再去拉高光和阴影 实际上出来的效果呀要好很多的 上面这几个人呢死活都不走 但是呢我也等不了台张之间 所以咱们还是就地就拍了吧 两秒就拍快门 然后您看它会连续的拍摄五张不同曝光的照片 从最暗到最亮自动拍摄 我呢选择的是五部 这张呢基本上就全部都过曝了 应该也就不要了 但是没关系 我们只要前几张就可以了 这一张和这一张 其实有这两张的曝光就可以了 但是我反正就设置在这了 也就无便了 拍所有的场景呢 都用同样的方法和设置去拍摄 在旅行当中呢也算是一个偷懒 也算是一个不省事吧 这次拍摄呢因为全程都是 徒步的 所以呀我就带了这么一个比较轻型的三角架 它呢是这种拧的设计 拧一下呢所有的腿可以展开了 相对来讲呢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设计呢 它整体的重量非常的轻 因为其他的三角架呀 每一个关节都还在有一个 金属的卡头或者是那个 拧的开关 所以呢它完全没有这样的设计 您看整体呢就是一根管 通过最底部拧开 就可以展开所有的头 我呢也是第一次使用 这样的三角架 说实话也挺新奇的 呃如果是用惯了原来那种传统的 三角架呢突然第一次用这个 说实话不放心 但是呢用了几次之后 包括我拍了一些长曝光 视频都尝试了 我觉得它真的还挺稳的 反正至少比我自己想象当中呢 要强很多很多 呃使用它去拍摄一些 轻量化的摄影呢是没有问题的 轻量化呢就是旅行啊 或者说这种视频呀 只要不是长时间放在那 比如说像我同时拍的 三个小时的延时视频 我觉得还是有点悬 因为它的整体重量太轻了 稍微一有风呢 它肯定就会移动 并且使用长曝开延时视频的时候呢 就是稳定性的要求非常高 所以呢 我是不会用它去做那种重型的拍摄的 这个三角架的中轴呢 实际上是可以卸下来的 变成一个极短的中轴 这样呢就可以让三角架的整体的高度呢 降低了 但是您看我这个位置 其实我根本不用卸它了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中间的这个 缺缝上边 这样就可以实现这个高度了 正合适 我终于找到了我在网上看的那张照片 就是这个瀑布 还挺壮观的 这个机位应该就是这里了 这个机位应该就是这里了 昨天呢去了一个瀑布 还觉得挺过瘾的 回酒店看了一下照片呢还都不错 回去的话修一下 然后今天一大早呢 我就又找了一个瀑布 其实这个城市呢它就是以瀑布 呃出名的 在这周围有大大小小的很多瀑布 所以这一次呢基本就算是一个瀑布之旅 带了一路这个70300的镜头 终于在这呢就给它用上了 我呢想拍一点这个瀑布的非常细节呢 也就是我们站在瀑布下面 其实很难注意到 上面一些小岩石啊 一些很小细节的微小变化 所以刚好呢用这个70300就没捉到 但是呢我的滤镜 其实没有配70300这个镜头的卡口转接环 也就是说我带的这套滤镜呢 在这个70300上现在呢是无法使用的 所以呢我就把它的光圈 稍微的降低一点 让开门速度再降下来点 其实拍这种水流很大很急的画面的时候 不需要特别慢的开门速度 就可以让这个水花变得有那种拉丝的效果 我现在用的是光圈F16 ISO80 您看这个快门速度现在在 6分之1秒或者是8分之1秒之间 它已经可以拍出拉丝的效果了 您可以看到水都已经是 非常的有意境的感觉 分享的呢不仅仅是摄影技法 更是思路和习惯 城市行者实战课程现已上市 欢迎关注和加入 自己的尽货 都 rob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